歡迎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直播環節 繼續問答時間 歡迎以電話或電郵認識提問 這次嘉賓換了是另外一位分析員 高級分析員Harrie在這裡 Harrie 你好 事不宜止聽家靈觀眾電話 在旁邊今次有林先生 林先生 你好 兩位好 請問什麼問題 1333 舊病 8多人才上車 很長時間 現在可以處理 可否加回溝貨 比較高位置買了 中黃的1333 現在做了3.73 公報業績之後股價偏遠 跌了1% 看回業績中期賺了13.7億 按年來說跌了9%左右 有派適的 派中期適合9分 有派適的 派中期適合9分 家靈觀眾 金高水位賣了 現時只想看 就是溝一溝貨 現時可否溝呢 估計有沒有機會再下 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業績是一般一般 升級又不是特別吸引 所以暫時我會建議 家人觀眾先等一等 到達3.5分的位置 你可以試一試去溝一溝 因為如果你說跌離 你自己本身買入價8元 我覺得近幾年都沒那麼快 可以回去 集團最好一些 就是比較高增值的女型財 我會覺得 在下半年來講 他搞那麼多 所謂工業4.0相關的措施 軍工那邊又開始啟動的話 需求有在 不過問題是 因為他本身 需求的增長力度 其實是比較慢一點的 所以你見他 那個業績的因素 其實就一路 叫做Semi的倒退 所以要給少少時間 給少少耐性 才有機會 就算你溝了貨也好 你三個半 你可能要擺 比較長時間 其實才會見到的 所以要退回到 你百元的位置 就是當你三個半 溝了貨 你的平均拉回到 近六元的位置 你都要比較長時間 才會見到的 如果你說本身不想等那麼久 不如不要溝貨 你留點錢 買其他快點的股份 可能會更好一點 好 可以嗎?林先生 幫到你了 好 謝謝 好 別客氣 轉聽一下 家庭觀眾 電話旁邊有陳先生 陳先生 你好 你好 本來我想問陳鑿 我可以改問 我問兩次 沒有 222A50 是 222A50 1099 各樣 兩隻我都沒有錯 哪個位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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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逐隻講一下 先講一下南方A50 2822 現時股價做回是11.6 跌就是6 先 炒完深港通相關的概念衝高 那一陣後 就逐日回落 今天差點跌20天線 A股繼續是沉迷當中 反覆偏遠的 現時這一刻 好可否去喉一喉 南方A50 一是南方A50 因為它金融類別的股份 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建議這位家庭觀眾 你不如等所有業績 出來 再看一看情勢 才賣進去 A股是不是這秒鐘 這麼快走 我看機會都會穩一點 要等一會 所以如果你說A2822 A50 可能會落到11.4 或11.2 你到那時候才會吸收 好 另外想問國藥1099 現時股價最近39.4 沒有升跌 最近都是在40元以下 反覆 想買 你又建不建議這隻 我在等它38元 但是 看看它會不會落 機會有 因為我看的目標價 都不是看得那麼高 大概 如果很中線 中場線看 都是45元 所以落回來 38元 直播空間 比較大一點 所以 就看一看 38元的50天線 究竟它會不會落回去 讓你買到 如果你說 見到它 接下來的 五、六個交易日 都是在39元 那你就不要欠 那一、兩元 跟它計較 你都照39元 吸了下去 就放一個中場線 我覺得 國藥來說 是一些比較穩陣 又或者 銷售模式 比較壟斷 我會覺得 業務的毛利 又或者整體發展基礎 上面來說 都是幾優質的股份 好了 搭完電話方面的查詢 就看看電郵方面 最近這一隻都挺熱門 又是百負環球 Harrie 327 一位阿K的朋友 就想問一下這隻股份 還有沒有下跌的空間 他想買 什麼價位買好 現時股價 正在5.58元 跌一線 又再見 52週 新低最低 5.33元 這隻股份 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分析了 這個時候 你找我去說 我都是一大堆偏見地走出來 我都由頭到尾 覺得不是基本因素的問題 是一些所謂管理層的事件 令到很多資金都鬥快地沽股份 說這麼多次 這個原因是跌這麼多次 所以都是那句 你未見它跌定 即是說起碼有兩三支羊竹走出來 大那些 你才買回去 至現階段來說是挺鬧鬧的 如果你說在高一點 例如跌到6元的時候 你試過鬧家人觀眾 我建議你止蝕 不如再看一看 如果你這樣跌下去 其實跌到5元都有份 所以暫時來看 大家因為問題是 純粹以股值去計 它又不是那麼貴 但問題是大家不看股值 所以氣氛上 已經令到股份 可能股價比較大一點 跟進第二支電郵 有位朋友叫Derek Liu 我想問一下737 合和公路基建 問你長時間來說 長期可不可以去買呢 如果買的話 整個部署是怎樣買 怎樣沽股和止蝕 看到合和公路基建 公佈了業績之後 股價隨意之言 有彈上去的情況 雖然說純粹跌了2% 但公佈了派一個特別息 連同特別息方面 派48.2分 是不是真的很吸引呢 今天估計有所回調 回到1.5% 做4.56 買不買好呢 現在買呢 你純粹就這樣按機 是 挺吸引的 那個息率方面 但是股價要再上呢 我覺得 其實昨天 這麼大的裂口 就上去 就反映了很多 息率的因素 特別息的方面 所以 現階段 我不覺得股價 再有很大的 爆上的空間 所以 除非你是用來收息 如果不是的話 這隻股份來說 會比較穩定一點 合和公路基建 本身 如果你算它的業務上面 前景是穩定的 你看它的現金流 也很充足 所以它才會有 那麼多特別息派給你的 但是問題是 就是這些公路基建股 我有時在想著 因為它 始終在中央的政策上 會很左右到它的盈利的基礎 特別是假期 又或者突然間 某一個省份 合和就是國中省 會不會說有些刺激經濟措施 突然間有些公路 其實都想免費 這個是它反而 最主要的風險因素 近幾年 好一點 不會說一假期 就不讓你收錢 但是我見很多的地方政府 都想在公路上面 就不要搞那麼多收費庭 因為太實斜 這方面會不會影響到 合和的前景呢 機會是有的 所以暫時 如果你表面上看 它是一些很穩陣的股份 但是不可以說它完全沒有風險 所以要留意 你買下去 我覺得是一個收息股份 就多於股價會再向上 好 好 宏觀小小小看整個公路板塊 其實這個板塊來講 由四五月開始 其實展開了一個聲勢 但是很多隻都是 最近來說 最近這兩個星期 有明顯的回調 先看看安徽溫通 現時跌近2% 浙江湖航湧跌超過1% 四川成語暫時跌至2.75% 江蘇寧湖跌至6仙 深圳高速跌至4仙 除了深圳高速之外 另外那四隻 都會有深一點的回調 這節時間都差不多了 麻煩Harrie的詳情分析 和你做新步 看看股份有沒有哪隻持有 沒有的 麻煩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另一位主持人和大家見面